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出游跟北返的车潮陆续出现在国道上 不过很不幸的是 今天凌晨国道三号高雄田辽段 发生一起重大的车祸 因为酒醉驾驶一辆BMW车主 从后方追撞一辆白色的轿车 造成两辆车立刻当场起火 而被追撞的白色轿车里面 有四名男女来不及逃出来 当场被烧死 车子被大火烧成废铁完全无法辨认 车上的四名乘客也被活活烧死在车内 这起严重的火烧车事故 发生在周六深夜将近十二点 火道三号北上三百七十七点六公里 高雄田辽路段刚过中辽隧道 肇事的黑色BMW黄信驾驶 突然从后方追撞搭载 四名男女乘客的白色轿车 导致两车当场起火燃烧 做起火 A车车头起火 警方根据车行的GPS定位系统查出 被撞的出租车是先从高雄开到台南之后 又下墾丁 之后再从墾丁北上 研判凌晨可能是要回到台南 不料却半途发生不幸 而肇事驾驶黑色BMW车主 是六十三年次的黄信男子 酒车值达到每公升1.1毫克 已经超过标准值四倍 他在车子起火前及时逃出 捡回一命 送往一带医院急救 警方表示 白色胶车上其中一名死者 确定是出面租车77年次 就读南华大学的赖仪山 警方研判死者四人是高中同学 其他三名乘客 疑似是长荣大学的学生 身份还在查 原本是利用端午廉价租车到肯丁旅游 没想到却遇上死亡车祸 警方目前正在厘清肇事责任 记者杨琼如蔡明校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